我来教一下大家这个惠普机加墨 首先咱们是收到心机器的时候 两个喷头是这个状态的 会有一个保护的这个外壳 先把这个外壳拿掉 就一扣就可以了 扣掉之后这里还有一层保护膜 但是这个保护膜咱们先不要拿掉 然后上面有几种颜色 这个盖子大家可以看到黄色就加黄色 蓝色就加蓝色 红色就加红色 然后剩下的这一个喷头 它是黑的黑色的 就是加黑色墨水 加墨水的 所以说要对应的颜色加进去 一定不能加错了 喷头拆开以后 然后大家找到对应的颜色开始加 比如说黄色的 我们先加黄色的 黄色的墨水在这 黄色的墨水一般 加深色的 我们会有四种 打开之后 拿一个我们配过去的这个针筒 打开盖子 然后直接从这插进去就好了 差不多就吸满 然后加一个 加一种颜色 打开一个盖子 千万不能 就是说全部打开 待会等一下你自己不知道 哪个加到哪里了 把颜色搞混了 就加黄色就把黄色的盖子打开 然后针筒 插进这个棉里面 慢慢的往进推 推的时候一定要慢点 因为因为推快了的话 那个墨水会从这个孔这里喷出来 一般第一次的话 我咱们加个 这个针管加两管就差不多了 然后加完之后 这个墨水差不多把那个海底面的一层海绵都清湿了 就差不多了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一般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去咱们加第二个 把这个盖子黄色的盖子盖上 打出第二个针筒 打出第二个针筒 还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插进去 打出第二个针策 这把针策 就是一步的隔筏 打出第二个针筒 糊 打出第二个针筒 就在长了 那么多一时 它就不在一起 给我们的针策 让我们在一大面 我们的针策 就在中间 就在举了 勉绍 那就可以了 差不多第一次加也不用加太多 一管半就差不多了 然后第三个颜色是一样的 一边的颜色是一样的 好了 差不多了 加完末了之后 把盖子盖上 盖子盖上之后撕掉这个标签 然后拿一张干净的纸巾 在喷头的这个底部按一下 按一下 你看这个颜色 我刚刚加的颜色就会出来 现在总共有三种颜色 它有蓝 黄 红 红色没出来 就是说明红色的 我们还需要再加一点点 一开始不要加太多 因为加太多的话会从心里漏出来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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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好墨正常的就是这种状态 每个棉都吸有墨水 而且都很饱满的那种 然后再拍一下这里 咱们的喷头这里 这样拿着墨水不会自己滴出来 就是很平的这种 就是正常的 如果墨水就这种状态下 如果它自己往处渗的话 就说明墨水加多了 然后同样用这个纸巾按一下 这个喷嘴 它出来刚好就是三个颜色 这就说明这是正常的了 然后加好之后 然后用这个干净的纸巾 再按一下这个喷头的喷嘴处 然后可以看到咱们三种颜色都出来了 这就说明这个加墨已经正常了 就可以放到机器上 装到机器上使用了 装喷头的时候 咱们可以 然后这有两个装喷头的地方 然后左边这一个 左手边这一个是装彩色的 右手边这个是装黑色的 咱们这个是彩色的 三个颜色这个是彩色的 就装在左手边 装的时候就把喷头从这个 这里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手扣到这里 往前按一下 就进去的 同样拿下来也是一样 双手托住下边 然后这样扣一下 它也就掉了 然后装上去就这样 就很简单 黑色的是加墨水是一样的流程 然后我们把黑色的刚才已经加好了 所以就一起装上去 搬起来 好了 咱们的